卡总为了来这一天 等了一个月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文 你好 我是老外卡琳娜 或者中国西方卡琳娜 对 解封第一天 现在先带卡总去做个按摩 不信心了 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有点僵硬了 这样每天学习或者直播 都要坐着 所以确实不舒服腰疼 嗯 赶紧找那师傅已经预约好了 嗯 卡总为了来这一天 等了一个月呀 本来想这是一个星期来一次 我们这个衣风特别厉害 特别好 卡总的幸福十八 我们这个流程呢 一般呢是 先是摸脊柱 然后呢 大拇指顺着脊柱 它是刚才说一个追踢吗 对 顺着脊柱给它摸下来 第一遍是摸这个 它是一头直线嘛 人的锥铁呢 它是一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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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脊柱关节 然后呢摸下来之后 咱就能看到这一排点呀 排列的是不是在一招直线上 哦 如果说有一条 有一个点突然 登 跳到右边来了 或者跳到右边来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错位 然后咱们在搬的过程咔咔想 就是他们在想 哦 就是说它有个别站队 站的不整齐的人 把它给 矫正回来 如果说感觉肌肉疲劳的时候啊 其实就是这些错位的追体 它周边的肌肉对它牵纳的过程中出现了疲劳 哦 就是所谓的肌肉疼劳 嗯 肌肉疼劳出现的脖子就是颈椎的肌肉疼劳 嗯 出现在腰上就是腰肌疼劳 哦 哦 哎呀呀呀就正常 这个位置有疲劳 嗯 嗯 这样播的时候 还有咯噔咯噔噔 哦 对对对 对吧 这个肩胛杆上啊 有一个肩胛提机和歇方机 它这又是一个骨头的一个膏点 所以它三点结合在一起 这就容易下降 哦 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 咱们可以拿一个小的这个擀面杖啊 哦 拿擀面杖可以 像擀饺子皮似的 啊 擀开 老婆你现在真正是一串面 哈哈哈 我会伤害我 哈哈哈 不会 他这个按摩手法 你看这个乳法 他真的就是去跟 它跟和面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管法呢 它这个用手的话 管法是这样的 跟擀角度皮是一样的 而且没有太疼 感觉腰疼不舒服 然后最解乏的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它自己的大拇指 小的这个腰后面 然后你这么往外拨 就是按一下 然后它有些硬的筋结 和这个块块 然后呢你拨到它之后 你压住它 压住它把腰 然后挺一遍 它就会感觉很酸 感觉你压上几分钟之后 你再松开 它就会很放松 洗一下 它在后背上也可以用拿 后背上它是这样的 皮这样 这时候呢它不那么疼 蹲起来之后 就晚上一翻 这个质感冒特别的好 质感冒 但是那个 你刚刚 对你刚刚说 那个刚刚疼不疼老爸 刚开始 对 对但是拧一下 哈哈哈 所以一下就热了 啊明白了 治疗感冒的那些 嗯刚好 小树的同时也能学习到一些东西 适当的把你的皮给卡住了之后 啊提啊 上提 明白了明白了 很舒服是吧 我今天就很喜欢我 猫蜜 嗯哈哈哈 你现在就是猫 嗯 平时我们自己给它按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们 说法要轻揉 啊 就是不要使用暴力 哈哈哈 大概肯定 不然很重的力 然后加到 啊 它就被你伤疼 没有彩背 彩到这里才能断 哇天哪我我以前还觉得 那块彩 我还不容易到我这里 啊 哈哈对对对 嗯 肋骨的最下面这两根这两 这里 不用轻易的去踩啊 哦 那那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 哈哈 哈哈 那我以后就天天带你来等了 哈哈一星期来一次 不用考虑我了 我还想的是学习一下 给你做个按摩呢 不要不要不要 哈哈 啊 这里它侧身躺的时候 这个腰上是放松的 嗯 那如果呢它这个按摩 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哦哦 而你感觉怎么样 哈哈哈 这样我的脸很荡 这个疼代表是痛了 好吗 疼 怎么说呢 它是肌肉的一个疲劳 然后你再压得过糖 它是一个 还是拿这个包饺子搭比方吧 嗯 它这个面团你一压把它压扁 嗯 这个撑开了之后呢 它会人会自我再修 然后修服的时候 它这个激张力 它会会做得有一个正常的状态 人也就不那么难受了 所以肯定痠疼 这里呢是做不成妙子 来 翻过来一面往一边来 疼完就就就好了 这个地方呢 它发腥 发腥呢 它现在它咳嗽 喘 对吧 这个呢 讲的是肺骨的有寒 哦 那它这个需要大腥吗 它这个 闷就喝药 然后喝这个放松 闷肺散寒的这么一个药物 要么呢 就是白天呀 喝了一个姜汤 哦 因为手汤不是这个 那我们平时喝茶里面加点姜可以吗 可以 啊 这个呢 它就是肺经 手太阴肺经 肺经就是肺肤 对 它现在每天晚上有的时候会特别不舒服 就 啊 笑传得很严重 对 晚上不能喝姜汤 就是一般什么什么喝好一些 早上和中午呀 这是 哎呀 我们老喜欢 晚上喝 晚上喝点茶加点姜 哦 晚上不能喝姜 我们才不可以 晚上喝那个姜 那就早上早上和中午喝一下 中午多喝一点 这里发青了 你看 这个是声音 你看你这里是青色的 你看我的是红润的 你的痕就是你有哮喘的 能在你的手上看出来 这哮喘也会这样 怎么说出 出现 对 这就是中医在我们的 这就是跟呼吸一样的 这是肺部的经络 就你肺部的经络 你看 我的手是红色的 没有问题 你看你的手 这块已经变 发青了 这种 所以我们中医讲究 从你的望闻问切都能看出来 这个大家一定不要乱学 这个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不搬了 因为你的脚椎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好 但是这个没有错位 咱们把这个记录给它放松一下 不一定非得要按摩完 叭叭一般 这个好 因为它这个搬法呢 你搬得多了以后 我说你松动了 哦 他只有错位的时候 他就搬他 没有错位他 他就不搬他 搬得过于偏凡的 他也不好 他就老歪 哦 他老松动 没办了没办了 我一直以为说是每次来 就是必须要搬一下 他这个搬呢 是给他一个合适的力度 如果说他想 就认他想 如果说不想 他不追求他 那是一个拉伸 平时我不是经常 这样扭脖子 他这个会影响吗 有声音 那个扭脖子造成的结果是 越扭越想扭 然后越扭越不管用 对对 这个恶性循环 就是我每次都 频率越来越高 越来越不管用 那那怎么预防这个 预防这个 就是说你感觉脖子不舒服的时候 用手这么 抓到脖子后面 这么捏几下 然后捏过了 放松 马上抬头 抬几下 你就没有这么想 再拧的这个想法 哦 怪不得 对因为他不舒服啊 他我提醒你 我我拧一下是不是 就是舒服了 对但是你拧完了 当时舒服 然后过不了多长时间 然后他又不舒服了 然后这个感觉 他这个频率就越来越高 啊 我每次都觉得我扭一下好舒服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舒服 就想扭一下 非常好